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B2 今個月是兩大平台新世代遊戲主機推出的日子 所以大家近期都應該較為留意相關的遊戲和新聞 但其實最近有一隻沒在新世代主機推出的遊戲 因為一些 Hardcore 的元素令大家議論紛紛 更加令日本其中一個行政機關龍林水產省的網站流量大增 而這遊戲就是天稅之少 道基 那到底這遊戲是玩些什麼呢? 今天就帶大家去看看 對了,Let's go 這個頻道主要想和大家分享我對一些遊戲和動漫的看法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方便追蹤我的最新影片 今天稅之少道基的故事就講述由武神和風釀神所生的女兒左狗明 她有一天不小心被人類闖入神界 和蕭祖供奉給主神的供品 所以就和闖入神界的人類一起被流放去很多鬼族居住的鬼島 大家在鬼島生活為了解決糧食的問題 於是大家決定由左狗明這個神名女而負責狩獵和對付在島上的鬼族 其他人就負責煮飯、斷造武器、防具等等 遊戲就是在這樣的故事背景下開始了 遊戲主要分為兩個部分 採用2D橫向卷軸動作玩法的狩獵戰鬥 和一個可以說Hardcore的木場物語的重度系統 而這兩個部分可以說互相扣連 先講狩獵戰鬥 左狗明的戰鬥模式主要分為輕攻擊、重攻擊、武技和雨衣技 輕攻擊和重攻擊我想都應該不用怎樣解釋了 其實都是和其他橫向動作遊戲差不多 至於武技就是消耗武技槽的技能來 如果以橫向動作遊戲去理解的話即是一些大招 而雨衣技就是左狗明利用身上的雨衣使用的技能 這些技能包括可以擊裂敵人 令敵人攻擊力下降 可以令左狗明去到本身去不到的位置等等 算是戰鬥時一些輔助技能來 大家可以幫左狗明同一時間裝備4個武技和4個雨衣技 這些武技和雨衣技融入在2D橫向動作遊戲玩法 就令遊戲戰鬥時可以靈活多變去打敵各種敵人 我甚至見到網上有些神人就好像Devil May Cry 這樣開始追求華麗招式combo來打敵 咳咳咳 不是不是應該叫做虐待敵人才對 有些人就會問左狗明怎樣升呢 天碎之少道基這遊戲就有別於一般橫向動作遊戲 不是透過戰鬥來獲得EXP 而是透過重度系統令左狗明成長 但這個系統就不同一般好像牧場物語一樣 只是掘地、播種、淋水、收割這麼簡單 而是可以說現實中整個龍間的過程都在這遊戲中重現了出來 遊戲就分春夏秋冬四季 每一季都有三天的時間 每日亦分早上同夜晚 亦有晴天同雨天之分 而春天就開始中度 最初由整地開始 之後插殃 插完殃之後又要清理一下雜草 同留意一下有沒有害蟲出現 還要幫稻田施肥 施肥的肥料是會根據你放進去的材料而有不同的效果 去到秋天收成的時候還要收割稻米 將收割回來的稻米曬乾之後還要幫稻米打殼和脫殼 這個重度系統完全可以說是一個龍間模擬器 而最後就到結算 收成好的話就會提升左九明的能力 同學習新的技能 包括戰鬥當時用的武技和雨衣技 而收成越好的話左九明就會成長得越快 所以我也好明白這遊戲推出之後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去龍林水產省的網站 另外我看到網上有一些從事龍務工作的人 也大讚這遊戲的重度系統 他們甚至說遊戲令人更容易明白和理解整個龍間的過程 天碎之少妒忌這遊戲竟然會在新世代主機交替 又沒有在新世代主機上推出的時間 竟然會引起大家關注和討論 有很多人就覺得這樣是一個奇蹟 但我自己覺得其實是這遊戲將2D橫向動作和龍間模擬的玩法融合得很好之餘 亦夠膽將整個大家平時可能覺得很麻煩 亦不吸引的龍間過程 利用好淺白和吸引人的方式儘量重現在這遊戲裏面 加上左九明的角色設定令這遊戲有話題性之餘 遊戲性亦有一定的深度 同時這遊戲亦證明了打機有時候不只是為了玩樂 而是可以用餘教娛樂的心態去打機學習一些專業知識 所以我個人覺得遊戲會引起大家關注其實不是偶然的 我亦認為有些還覺得打機無益的人是時候放下對打機的成見 好好了解一下每一隻遊戲會帶給我們有什麼得益 還不每隻遊戲都會變成一本很好的教科書去教導我們各方面的知識 令我們在各方面的知識上都有增長到不定的 不知道大家對這遊戲有什麼看法不妨留言大家討論一下 我是B2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